各位一年级的同学,大家好! 今天的网课呢,我们将学的是量词 量词呢,它是属于就是表示说 人啊,事物啊,或者是动作的单位 需要用到的一个词 它经常呢,是会和那个数字 数字也就是说1,2,3,4,5 它会和数词这一些是一起使用的 那么,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课 好,这边呢,是量词 我有选了几个例子 来作为今天教你们的课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个 个,这个量词呢,我们可以用于人 也可以用于组织,文体,水果,等等 还有很多 不过,我只是抽出几个例子 来教你们罢了 那么,用于人的话呢 你们可以放的是一个小孩 小孩是人 再来组织的话呢,是一个医院 医院是一个组织来的 再来文体的话呢,是很像 笑话,谜题 笑话,谜题,这一些都是属于文体 你可以讲一个笑话,一个谜题 再来水果的话呢,就是梨 苹果,这一些这类型的水果呢 都可以用个,一个苹果,一个梨 至于你们看到的舌头 这个是属于人,或者是动物的器官 也可以用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学的就是 知 知,你们可以用在动物 可以用在器具 船知 或者是成对 那东西种的其中一个 啊,用在动物的话很像一只鸡 一只鸭,这些都是用知 然后用在器具的话呢,很像口袋 口袋,箱子,一只箱子,一只口袋 这一些是属于器具的 都是可以用知这个量子 再来,船知的话呢 你们可以用一只游艇 你们知道什么是游艇吗? 游艇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那种船 里面可以坐好多人的 那个是游艇 再来,成对中的东西呢 你们可以用很像说手 手就是成对 成对的东西 就是要一对的 这个叫一对 所以就是成对的东西 你们可以用一只手 再接下来量词就是科 接下来量词就是科 科呢,是用在植物 植物 植物的话,你们很像可以写一棵草 一棵树 这一些都是用科 再来呢,就是根 根 这一个是给细长的东西 细长的东西 就很像说筷子 绳子 这一些都是细长的东西 所以你们可以用的量词呢,是根 一根筷子 或是两根筷子 一根绳子 这一些都是属于可以用根这个量词的 那么 再来 到 到的话呢 你们可以 用在江河啊 命令啊 题目啊 善食 善食就是属于食物 再来就是门 或者是墙 等等 还有的 那么用在江河的话 你们可以写一道江 一道水沟 这些是属于江河 或者是呢 在命令这一方面呢 你们就是可以写 命令 我给你一道命令 再来题目的话呢 就是你们最熟悉的 很像 我给你一道华文题 这一些题目 数学题啊 这一些题目 都可以用到 这个量词 再来善食的话 你们可以写 汤 一道菜 一道汤 一道甜品 这一些都是善食 是属于食物的 也可以用作道 再来 门的话呢 当然缺少不了 都是门的啦 就是一道门 而最后呢 墙呢 你们可以写一道围墙 啊 这一些墙是 墙是属于 比较大的嘛 对不对 所以 他们可以用道 这一些就是可以用道 所以就是 一道围墙 接下来 我们将学的是 片 片 片的话呢 你们用在 片的这个量词 你们可以用的是 成片的东西 或者是 地面 水面 心意 等等 很像 一片面包 一片面包 面包就是成片的东西 或者是 草地 草地呢 就是地面 一片草地 再来 汪洋 一片汪洋 汪洋是属于水面 一片真心 真心呢 就是所谓的心意 再过后呢 就是 结 结 你们可以用的是 课程 或者是分段的事物 这一些都可以用 结这个量词 例如说 一节 课 一节 课 课是属于课程 来的 或者是 三节 车厢 车厢 是属于分段的事物 分段的事物 还有 甘蔗 以及电池 这一些都是 属于一节 结的 都是属于分段的事物 所以可以用作这个量词 结 接下来 分 分的话呢 你们可以 写 用作的是 搭配成组的东西 报刊 以及感情 搭配成组的东西呢 例如说 我要一份饭 饭就是可以搭配成组的东西 又或者 你们 可以写 报刊的里面 例如说 杂志 报纸 一份报纸 一份杂志 这一些呢 都是属于报刊 再来呢 给感情那一方面呢 这个就是情意 一份情意 这是属于感情类的 接下来 我们将学的就是 把 把 用在把这个量词的话呢 你们可以用 有把手的器具 或者是抓起 能够抓起的一个数量 又或者 它是属于一个很抽象的意思 例如说 有把手的器具呢 就是刀 刀 刀啊 剪刀啊 这一些 这些属于力的东西 然后它又有把手的 就是可以 用作 把这个量词 再来就是 能够抓起的数量 一把米 米 就是能够抓起的数量 所以 再来最后呢 就是 一把年龄 年龄的话 就打个 比如说 你不知道 他们是 多少岁 是不是 不过你 大概能够看得出 他 已经是不小了 所以你可以讲啊 对方是有一把年龄的 再来最后我们学的就是 张 张这个量词呢 你们可以用铺平的东西 或者是有平面的家具 公 脸 嘴 这一些呢 都是可以用张 这个量词 就打个例子 一张纸 纸呢 是属于铺平的东西 再来就是床 床是属于有平面的家具 然后呢 公 一张公 公呢 是属于射箭的时候 会用到的东西 然后 再来就是脸 脸就是我们现在 头这里的脸 以及嘴 一张嘴 这一些呢 都是可以用张这个量词 好 接下来我将给你们练习题 各位一年级的同学 这一页呢 就是你们 要这一次 要做的 这一次网课的练习 就是有A 圈出正确的量词 以及B 看图填写正确的量词 那么第一个是老虎 老虎是应该用哪一个量词 刚才 我有教你们了 再来 礼物 礼物 这一些 礼物 白米 星星 这一些呢 你们 把这些 的答案 写在一张纸 然后我们下一个星期呢 就会讨论 对 对 对